一根底转火弄推灵魂 三星Galaxy S22 Ultra要野黑屠赏 3月4日 三星新一代高端旗舰手机 Galaxy S22系列正式开售 8GB加128GB和8GB加256GB 两种存储规格的三星Galaxy S22和S22加 售价分别为4999元起和6599元起 而机皇三星Galaxy S22 Ultra则配备了12G超大内存 提供至高1TB存储空间 售价9699元起 三星Galaxy S22 Ultra提供为耀眼黑、云梦白、雾松绿和飞影红4款配色 现在耀眼黑白已经来到我们评测试 下面为大家带来涂赏 Galaxy S22 Ultra配了6.8英寸Dynamic Cloud RX屏 QHD分辨率3080x1440 支持最高1750nm亮度5002PE 微曲面屏设计 而且支持120Hz高刷 同时支持三星的RTPO动态刷新率调节 可在1-120Hz之间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Note T系列的告别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遗憾 但三星Galaxy S22 Ultra作为Note T系列登场续作 配备了一根S-Pen手写笔 可以满足用户完成写作、画图、进入灵感等多功能的使用需求 影像方面 Galaxy S22 Ultra前置4000万像素单摄 后置采用1亿像素主摄镜头 加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加两颗1000万像素长焦镜头 支持10X变焦 主摄和两颗长焦镜头 均支持OIS光学防抖 主摄传感器是三星自家的S5KHM3 一分之一 33英寸大底 支持9和1 可合成2.4Ah像素 续航方面 三星Galaxy S22 Ultra内置5000mAh电池 支持45W快充及15W无线快充